至于中国这几天大力宣传的 则是所谓脱贫攻坚的胜利 脱贫就是让中国大陆将近9,899万 这么多人口在农村的贫穷人 在八年的时间完全脱离贫穷 换言之 他们的生活获得了具体的改善 贫穷的生活在中国大陆农村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 连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自己都说 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办得到 真是人间奇迹 的确中国大陆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来希望能够达到 所谓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跨境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但如何的达成 以及所谓达成的标准 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些调整 却引起了很多世人的讨论 深藏武林山中 中国湖南十八栋村传统苗族聚落 这座脱贫首唱帝 在中国宣告全面脱贫后成为热议焦点 切记喊大口号 也不要定义一些好高物业目标 实实在在的 一件事一件事 2013年11月 接任国家主席不到一年 习近平来到十八栋村 全村225户不到千人 超过半数每天收入不到0.65美元 是绝对贫穷人口 当时习近平第一次喊出精准脱贫这四个字 也就是弄清楚谁才是真该扶贫的对象 接着请党之力 协助十八栋村全力发展养风和农业观光 不到四年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导 十八栋村村民平均每人每天收入 暴涨5倍达3.2美元 竟还有更神速的脱贫乡镇 2016年习近平来到江西最偏远 联合国公认最不适合人居的村落 井冈山市神山村 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 要从不前进 一个也不能收 果然在习近平到访后 深山小村落声明大噪 靠着观光旅游 只花一年多比十八栋村还快一倍 神山村神速脱贫 成功脱贫的村落到处都有 而中国世纪脱贫大戏 在2月25号这场脱贫攻坚表彰大会 炒到最高潮 举凡对脱贫有功者全都收摇出席 包括脱贫攻坚小组成员 派驻各村落第一书记 和各省区负责人等 共三千人出席 习近平正式对外宣告 中国没有穷人了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 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创造了又一个 标平史册的人间奇迹 但脱贫奇迹是真的吗 就在全世界疫情最严峻的 2020年这一年 中国实现一收入 二不愁和教育饮食及住房等 三保证的远达目标 全面脱离贫穷 应是比联合国定的 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中 消除极端贫穷计划 大幅提早十年打阵 想积极参与和支持 脱贫攻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 以及海外侨胞 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行标准下 9,899万 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还特别感谢台湾 习近平说的9,899万人 是他接掌国家主席前一年 2012年中国官方调查的绝对贫穷人数 如今他上任即将届满八周年 这近一人顺利脱贫 换句话说 平均每年八百多万人不再贫穷 中国可说是瞬间脱贫 只是日经等外媒追查发现 习近平口中的现行标准 可是远低于世界银行定义 以适应标准来看 绝对贫穷是每天收入1.9美元 但根据中国扶贫办公布 2020年脱贫户的年收入是4000元人民币 以当时汇率计算 每天收入1.55美元根本没达标 不但如此 全江苏八千万人 却只有17人是绝对贫穷人口 数字怎么来的 扶贫办也没解释 自定标准已够让世界惊叹 中国脱贫调查与手段更引发争议 他愿意搬到城里边 我们就鼓励支持他搬到城里边 没有任何的行政干预和命令 更没有强迫性 四川梁山 许家村 65户贫困村民 就在去年12月脱贫大要禁食 强制异地脱贫 以前是条件很差的 所以国家给我们无条件的 给我们补上了 我们家里面一分钱都没套的 这个政府给我们搞好 无条件搬捡来的 配合地救助国家盖的楼房 然而更多的偏远乡镇村民 是被脱贫 不愿配合就遭扶贫官员 不断上门劝说 直到同意脱贫 不再勤零贫穷补助为止 这种中国式脱贫手法 习近平在表彰大会上这样解释 我们突出石的导向 盐的规矩 不搞花拳绣腿 撒胡椒面 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 面子工程 可以用中国北方俗语 撒胡椒面解释 不是漫无目的的大撒币 而是精准扶贫 有计划 挹注资源 但累计过去八年 中国可是投入多达1.6兆人民币 执行脱贫计划 真是早在去年12月 就已宣布脱贫的中国 为何选在今年2月底 两会开会前夕 适逢创党百年 大张旗鼓召开表彰大会 遭西方媒体质疑 这是中国稳定内政 高调打造国际形象 刻意炒作的议题之一 被习近平称为人间奇迹的脱贫 如果真有这么成功 协助世界上更多人脱贫 岂不更有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